在快乐方程式里 一同关心社区 分享专业 开心生活 拥抱健康 天天共度 幸福快乐 好时光 欢迎您继续回到 新闹中的电台的 快乐方程式 我是曾志宁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真的要请您 不只是收听 一定要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因为您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角 也是来自于台湾的 原声同声合唱团 原声音乐学校 他们非常多生活演出 还有老师们在教学的片段 因此呢 请您可以打开新电视 singtao.tv singtao.tv 或是您也可以到 YouTube上面呢 来寻找新电视的频道呢 也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节目内容 很期待让大家可以认识 这个即将在7月15号 会来到我们湾区的 San Jose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圣河西表演艺术中心 要来演唱的这些孩子们 接下来也可以请您 透过原声教育协会 他们所制作的 这一小段纪录片 来更加认识 原声音乐学校 当初马校长他最主要用意就是 他想要照顾部落里面 更多的孩子 家长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 可以帮我们的孩子 来做补习 做加强 为什么淘汰 联系 好几天没有来 不请假 我们就不要 我们要让我们小孩子 学习负责任 到了国中以后 我们还是会给他们 做科研的通道 所以不要放弃 是透过合唱跟打击 来吸引孩子来这里 他们如果说 我只是来练唱 我就是会有出口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教育 教育就是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的学科 基本能力可以提升 教育就是什么 帮助他们得到一个好的品格 他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忍耐 学习怎么样去坚持 学习怎么样去不放弃 所以这个都是在我的课程里面 今天我们六礼拜六礼拜 就是在挪孩子的性格 让他们知道说 我要为了一个梦想 我要怎么样去坚持 我要怎么样去放弃 将来我就可以达到这个梦想 常讲在这个 原生音乐学校里面 只有两件事会让阿范哭起 会打击我们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老师不教了 觉得太辛苦了 他不要来教了 我会很伤心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的孩子不来了 因为所有的资源 来的都不容易 好那我们发心发愿 要做这个事 就要把资源用到最好的地方 最值得的地方 你以前那个很积极认真 大家你看他们 那个双容就只剩你了 对不对 对 那你怎么会突然又开始 心不在焉呢 下场就对你有点失望 然后下场对你有点失望 南维老师就很难过 你也不为什么 你只是看到这样一个树鸟 本来要倒了 长歪了 然后你把它扶一下 它就自己长得很壮的时候 你会很幸会很感动 因为我们都是古墓 我们都是为我们的孩子 我们没有别的想法 我们只有一个想法 只是要帮助我们部落的孩子 我们就这么简单 我们把原生当成一个家 孩子 需要这个家 因为他是 除了他的原生家庭以外 可能是他生命中 唯一给他支持那样的 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单位 甚至于 我们可以讲 有些孩子 原生给他的支持 原生给他的需要 远胜于他的原生家庭 走了十年 纵使再多的挫折 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觉得 上智 因为我们看见了希望 在孩子的身上 透过刚刚这段纪录片的内容 其实有些时候 这些山上孩子们的情形 对于在台湾的 独会人来讲 都不见得能够了解 更何况是对于 远在美国的我们 因此有机会 能够认识原生的这些孩子们 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那么在湾区 也有许多的朋友 都是原生同生合唱团的天使 过往这十多年来 也付诸了很多的努力 能够来一块协助 这些孩子们的成长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听你孩子怎么说 你会看到的是 像刚才在休息前 我们所欣赏到的演唱片段 负责独唱的孩子美恩 还有另外一位 是在打击乐的部分的宜乐 来我们分享 他们在原生学校里面的心情 美恩你好 还有宜乐 宜乐你好 是谢谢两位 今天可以来跟我们聊天 然后所以接上来 要先请美恩跟我们分享好了 美恩你看几年级 我现在博饿 然后你加入原生多久了 三四六七 六年了 哇六年了好久了 那当初怎么会来原生的呢 同学 就是拉着我一起来 然后后面就慢慢喜欢来原生 是就来原生很开心 对啊 那六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宜乐 好宜乐请您跟我们聊到的就是 你来原生多久了呢 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 那所以两年来你觉得在原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嗯就是跟前校的人住宿 住宿 嗯还有呢 嗯就是可以跟朋友见面 可以跟朋友见面 是好 那所以像美恩你是负责在合唱团的部分吗 嗯对 那你唱的声部是什么 第一部 哦你唱高音哦 Soprano 哇哦 那会不会很难 嗯 我觉得没有很难 有很难 所以平常练唱的时候就是 你们都怎么练习啊 就校长说腹部 腹部用力 然后嘴巴打开 其实基本上 音就可以唱上去 高音都可以唱上去 是 背语会不会很难 要记得 因为你们不看我现在不要记得会很难 呃 会 就要练习歌就要一直重复听重复听 这样就会背起来 就会背起来了 可是你们有一次音乐会要唱好多首 你就一首一首背 对啊一首一首背 是 那还有我们知道原生接下来在七月份要去美国了 对 很开心 有啊 是 然后你是第几次要跟原生一起出国 第二次 第二次 那好幸运的小朋友 那这次去美国 那上一次呢 上一次 上一次去日本 哦 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聊一下 你怎样子可以 有这个车票 对不起 你要说是飞机票 有没有什么要求 呃 就是 欸 学姐的榜样要做好 然后 在 平常的表现力自己也要很好 嗯 对 然后照顾学弟妹也要好 因为在国外 学弟妹一定会很紧张 嗯 第一次啊自己是学姐也不能慌 所以只能去 只要照顾他们学弟妹的 啊要好照顾他们齁 对 所以除了到这边来练习音乐的部分 那你们是不是还要上课的部分 那比如说 像 好来我们宜乐先说 你早上上了什么课 数学课 会不会很难 还好 还好 跟学校比 学校的比起来呢 一样 哦一样 就是你来这边把作业给写完 就 还是加强 教的一样 嗯哼 然后 就是 有很多种方法 啊 有很多种方法 是 所以来这边学科的部分 也可以顾到很多这样 嗯 然后姐姐呢 呃 平常都会上数学课 可是今天老师没有来 就上自习 哦就上自习 可是每次你们周末来的时候 会上的课程包含哪些 嗯 数学跟英文 数学跟英文 所以你们要上英文 嗯 嗯 你也要上英文吗 也要上英文 你们的作业会很多吗 会 还好 还好齁 就是这边就可以把作业写完 对对对 是 好 然后所以来这边主要就是补习 英文跟 不能说补习啦 就是学习跟英文跟数学 然后还有音乐的部分 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同学 跟我们分享 还有接下来 祝福你们到美西的音乐会 一路成功哦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真的是很可爱的孩子 一位是美恩 一位是宜乐 这回呢 他们是努力的赢得了自己呢 来美国的机票 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他们 这一块再来欣赏一段呢 同样您可以见到 由美恩读唱片段的歌曲 是 是 我愛你曾經歸 讓你改革時間結束 讓這裏出現 你不斷摸 什麼時候才能夠領悟 愈若愈深 愈是佛起舞 滑海滑落 烏烈飛舞 晴空萬里 烏雲灰霏霧 風平浪靜 海上多仙珠 平平安安的喜有光復 我们听到 还有看到了 原生孩子们呢 在他们信义乡山上的 原生学校里面 所留下来的录音 这群孩子们呢 通常也就是在 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呢 会有学校的这种小巴呢 把他们从家里呢 接到学校来 有些孩子们所住的部落 非常非常的遥远 可能坐车都要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早上六点就要出门呢 搭车 走着山路 沿路颠簸的来到学校 然后到下午四点放学呢 再把孩子们再回去 那隔天星期天呢 再一次呢 来到原生上课 那等于是说 这些孩子们平常一到五在上学 六日也还是一样呢 没有自己休假的时候 而是可以在原生学校里面呢 继续学习成长 其实能够坚持下来 真的很不容易 那其实对于认识原生呢 也有一些影片的部分 欢迎您可以上网来关注的 包含了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 有一部唱歌吧 以及2011年的时候是不止唱歌吧 离现在其实已经十多年前的影片 后来其实在前两年 也有听见歌在唱的电影推出 以及在前不久呢 最新的纪录片是叫做 《库鲁玛哈回家吧人生》 这是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呢 在原生啊 从第一届长大的孩子 到现在的一些状况 毕竟在部落里面的孩子呢 从山上到了大城市来学习 其实要面对很多的艰辛以及挑战 他们如何跨越许多的困难 能够成为是下一个 帮助大家的大人 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如果您想要再认识 原生最新的这个纪录片 《库鲁玛哈回家吧》 那我们在先前五月份的时候呢 也有专访这个纪录片导演 陈浩梅导演 以及呢他们第一届的学生 现在已经是老师的伊法尔老师 也欢迎您可以到 新岛中文电台的网站上面呢 找到我们的节目单元 重播网页呢 就可以呢 再多认识《库鲁玛哈回家吧》 原生这个纪录片的相关内容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请您在7月15号的时候呢 能够来到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晚上的7点30分 来欣赏孩子们的演唱 或是隔天7月16号的 早上11点到12点呢 也可以到Stanford Memorial Church呢 来欣赏到孩子们 在Stanford大学里面的现场 因为的确哈 对于这些在山上的孩子们来讲呢 这些原乡的孩子要面对的 不只是贫穷 还有弱势的威胁 还有生活里面中断学习的各种危机 因为这些山上的孩子呢 不只是资源少 有的时候真的爸妈也都不在家 因为必须爸妈要到城市里面来工作 都是由爷爷奶奶 阿公阿嬷来照顾哦 而能够透过原生带给他们的 那特别是让这个音乐 不只是音乐 也是品格教育的实践 合唱的学习里面呢 能够尊重 包容 扶持 分享 和谐 这么多的观念呢 能够在孩子们的身上呢 透过这样子日常练习来实践 来帮忙孩子们可以建立自信 而且可以认同自己的文化价值 甚至有机会可以走出部落 来飞向国际 那这也是让孩子们 真的在他们一生当中 不只是影响他 甚至可以让他影响到其他人哦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原生过往这么多年下来呢 已经培育出超过了300位的原住民学生 影响更是呢 力透过750个部落的家庭哦 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教育过程呢 真的很漫长 而且也是很需要大家一块来努力支持的 所以原生呢 他们的网站也欢迎您可以上网来关注 他的网址就是voxnativa.org V-O-X-N-A-T-I-V-A-D-O-R-G V-O-X-N-A-T-I-V-A-D-O-R-G 对于这次演出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联络 408-513-4531 408-513-4531 可以找江小姐 或是呢 如果您有在南家的朋友 也欢迎您可以来关注 在南家是 San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盛盖博大志愿的演出 时间是7月23号 礼拜天的下午3点钟 所以这是在南家的音乐会 如果您有亲戚朋友在南家 也欢迎追求他们 可以在南家中呢 欣赏到原生同声合唱团的表演 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 就要来听到 原生最具知名度 而且感染力的拍手歌 那在这段巡礼当中呢 你也可以看到这回 原生要来到美国巡回的宣传影片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继续会放在 新电视的频道当中 新道.tv 可以找到快乐方程式 就可以看到今天节目的重播 或是电台的网站上面呢 一样我们重播网页上面 您也可以继续听到 看到这节节目 再次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以及收看 祝福您有愉快的一天 下回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